我不承認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這些都是誣告 公開大聲喊怨 新光晶董事長吳東亮 情緒略顯激動 因為最近沸沸揚揚的心心病 又有新轉折 台北地檢署接獲檢舉 掌握吳東亮滲透新光晶的錄音檔 音檔是被道路 這個偽造的有剪接 那是很多的會議 那根本是不應該錄的 這是道路 駁斥錄音是偽造 原來就是一個關鍵錄音檔曝光 去年8月 吳東亮妻子彭雪芬 以董事身分參加擁有 新光3%股票的新盛股東會 當日公布新光董事 確定由魏寶生 吳東明 洪世祺與林敦仁等人出任 但吳東亮被指吳玉錦到場 當新盛被問到如何選派人馬時 股東透露台新有參與討論 但馬上被吳東亮強化 是他個人主張與台新無關 也就是這個個人被指滲透新光 任何一家公司 我們都可以去買新光金的股票 我們買了以後 我的持股比重夠高 他們也覺得我德高望重 他也可以選我當董事 但是我不能跟吳東亮有關係 或者說我不能聽吳東亮的意見 而這當中一大關鍵就是 加號股份有限公司 派吳東亮到台新金當董事長 又只派彭雪芬到新盛擔任董事 也就是夫婦透過這家公司 掌握台新金加新光金 當然變成大家要證明我跟吳東亮 我聽命於吳東亮 那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吳東亮也可以講說 其實這些公司都是獨立運作 獨立決策 他都沒有受益 也沒有指導 也沒有暗示 台新金最新回應沒有違反 新興分離規定 但北檢已經開始分案偵辦 就看是否會合併 投下震撼變數 東安西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琥珬